5号抵袋 柔顺 7号抵袋 柔顺 哎呀 坏了 杀 如果我用力的话 4号抵袋 但是我的母球会反弹进中袋 所以这时候我们只需要加一个赛 然后再用力的话 我的母球就会走位变相 看到没有 呦 很僵硬 这时候怎么办 我觉得你们已经不会打了吧 勾 你只是勾到球而已 没有什么用 给你们看一下 85度角 击打 看到没有 你给几分 金牌广塞 球是浪人 但是没有个五六万分的不是我的对手 像这种金轮象棋士捉球出行者 你就 就是送分了 好吧 先来一个 篮球底带 看到没有 这个走位 并不会进去 我们就是控制在这个位置的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怎么样 我就可以从这个缝隙当中穿过来 你看上去几乎不可能 对吧 但是其实可以 可以是可以 但没必要 我来个五条 这个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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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说中的五条 五条 我母球呢 然后这时候怎么打你知道吗 12号反切 薄切 二条14号底带 12号只要击打这个位置 就可以导致 14号底带 但是怎么样能切得这么准呢 我们必须要打到12号的这个位置 非常的准 一点都不能差 差一点都不行 反切 被挡了 尴尬 没注意 炸弧 这才叫真正的炸弧 这个你就炸不进去 找我了 应急 连打再开 一键双雕 不跟你多BB 打中袋 太简单了 我们打一个底带 也太简单了 8号我们 保切 切到这个位置 把它反弹 这个底带 好吧 不然你们说我 炸弧 什么呀 马斯 母球近代 开局法 上来 上来先给对手 两竿的机会 主要他是桌球 出行车 我并不是很想欺负他 欧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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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号中袋 轻轻 这么一堆 3号底带 加个赛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加 我不想回答这么肤浅的问题 注意看结果 我的母球在哪 你就懂了 力度控制在三分之二 黄球 打到这个位置 撞到4号 4号 底带 黄球 底带 一键双雕 我先把路线说好 不然又要说我啥糊 球被挡了 那我只能勉强的让他进 底带了 咖啡球底带 7号底带 反手一个走位 连打对开 把他撞出来 篮球反切 是 有那么一点角度的 有点违反物理学 这球的话是违反物理学的 但是我们能做到 让他进 看到没有 反切 底带 违反物理学 5号的话呢 已经就没有角度了 被打了 所以我打的话会犯规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呢 很简单 你只需要加个赛 反手85度角 往这个位置打 他就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他就会 瞎反了 我得 你在干什么 你直接把黑发打进去了 这球反切是肯定不行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打翻带呢 也是不行了 勾一球的话呢 不太现实 所以这球啊 你看又挡了 对吧 没事 这球我们要用这一招 85度角 往这个位置打 这个为什么能把他的球打进去啊 这我尴尬 其实我犯规都不怕 但是我帮他进了一个球 这就难了 他还有两干的机会 他就是挂不去 他也能赢我呀 没啊 桌球浪子 还是有点东西 桌球找回厂子 差点给他炸进去 可以 我靠 最新啊 10号 底带 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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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强啊 我 不行 没角度了 哎呦 危险了 给他两干 两干 我有点难 应该是没了 车里都进不去啊 桌球强能量 你在干什么 他是什么意思 三千一百分 我七十分了 一干 金台 我有两干的机会 先打个二条 先打个二条 10号 撞到这里 侵推 好 揉 揉 揉 你带加个赛 把这片球打散 连打带开 你看这一打 哎 哎呦 黑巴打进去 这一加赛路线就变了 真的是一干节 你就 有人 就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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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还是 我这三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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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扔了吗 挡了 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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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球 K球 咋 呦 最近 总在 好 还推了一杆过来 这个打不了 我们先打这个 走位 再打这个 这个 价格高干脆一波 11号抵戴 反切 啊 怎么挖成这个样子啊 这你进不去了吧 挡住了 他进不去我就有机会 好 我两三机会 那我包饮 先把最难打的这球给打了 八号宗袋 难度很大 但我可能 成啊 先来他一个石杀 吃鸡 抱头身也来一把 这个先来一个石杀 罗阿鲁再来个超神 不然我接受不了 我先单耍一下 我先给你们证明一下 人山人海 我喜欢 找一个边边角角 不够火 救你 不够火 打个机关尔 溜了 状态并不是很好 状态并不是很好 不过说实话 刚才那把天赋如果不错 可以谁 他再坑也没事 还是能 天不错 这个二条舒服 总而言还是天不错 相对弱了不少 这个翻带也没打进去了 这个翻带也没打开 玩家想吃老马的鼻鼠 离开了 犯规 可以 先来个 翻带 哇浪费我一个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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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远距离的惊风 好准啊 一酷两酷三酷 差不多 不行 这里有个球干扰 挡住了 不然我 我不会打那么厚 不玩南枪 不玩南枪 放心吧 不玩南枪 好 按规了 这个球K的就很棒 舒服 刚好在看直播 连打ZK 这个一加赛啊 球就 线路就变了 怎么样 喜欢看我打桌球吗 老马别理喷子 我支持你 我一般不太会理喷子 因为喷子太多了 做主播最大的一个烦恼是什么 不是辛苦 不是累 不是没有内容 最大的一个烦恼是 会被喷子搞形态 所以做一个主播 真的是能够锻炼一个人的心境 你要做到 理解喷子 很稳 帮他进来 不挣钱我能不能忍这个喷子 那我肯定不会忍的 我只保你碰我 我钱又不挣 我干嘛要忍你啊 对吧 那我肯定不忍的 那你话讲得好啊 那没办法嘛 那不是没办法嘛 对不对 该忍要忍的 改变思路啊 改变改变我的这个 对吧 改变我的思维啊 他喷你 那你要把它想成什么 你要把它想成他喷你 他就是 对吧 他是观众啊 他也是观众啊 是吧 你 嗯 就只能改变思维 对不对 一个喷你嘛 他也是 一个观众啊 是吧 喷你嘛 也不掉块肉 是吧 这个心态是吧 灰色印象啊 心里很不舒服 要学会接受 看你直播十年了 加油 我选你个鬼 我选你个鬼 不会吧 我不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